Hey Andy 怎么了 我有客人问投资移民如何避免一些不需要的风险 我该怎么回答呢 这个简单 其实只要满足四点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避免和劣迹的公司和人进行合作 所有的公司和项目一定要符合资质 第二点呢 就是项目团队一定要有相关的经验 即便之前没有做过EB5的项目 但是一定要做过同等体量的项目才可以 第三点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就是选择的项目一定要能开工 能完成 同时要符合市场预期 只有这样子呢 才能够保证获得收入的同时创造出就业 这样子才能够让投资人钱卡两回家 就比如说像我们YK集团 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发了15期的项目 现在正在招募第16期的投资移民项目 而凭借着我们三十几年的开发经验和良好的信誉 前前后后已经帮助了500多个家庭成功的移民美国 而且是目前我们项目的成功率可是百分之百的 那么第四点呢 就是不要不要不要盲目进行投资 很多投资人会被外面的一些宣传啊 大家所吸引或者说被某些项目一些个别的点想要去进行投资 从而盲目的被他们的一些宣传所欺骗 最后选到了一些爆雷的项目 所以说一定不要盲目的进行选择 想想之前的前三点最后好好的做一些research 选择一个靠谱的项目 记住了吗